张先生买了嘉兴海宁海伦堡春天花园的房子 他首先带记者去参观了地下车库 地下车库的地面上都是水 几乎没有干燥的地方 抬头一看上面的各种管道上也都是密密麻麻的水珠 有一位保洁员正在现场清扫 水珠是下面的潮汽吧应该是 潮汽啊 我不知道 这个营博水从哪里来我知 那个管子上面你看都是水 这个管道上面都是水 以前是没有 就最近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的电工师傅连修 本来电工它有连续修两天两天的休息 所以说空机没有开对不对 准备进通道去乘坐电梯了 张先生一再提醒记者要小心 你们进来这个水面小心凉 地上有点滑 有灯的 我们这个位置是没灯的 没灯的 飞飞去去的 走飞飞去去的 这个墙面都是水的 里面是飞泊的 都有点水 然后我们到这边过来以后 进那个电器 你看这个墙面都是水的 都是很多 你看这个水的一蒙 手上都是这样 你们这个怎么会连通道 是灯了没有的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通道拐来拐去 没有灯 黑漆漆的 张师傅用手机电筒 在前面引路 一行三人 小心翼翼地在里面摸索着前行 出了电梯 到了顶楼五楼 主要反映是想 反映这个没阁楼 我们想 要么要求 他也没答应你 要送阁楼呢 买的时候是答应的 送啊 你是顶楼楼 顶楼送阁楼 然后我们买的时候 我们我的实话说买的时候 确实上不来 那时候在封顶上不来 然后我们就从这买 有阁楼而买 买到五楼 结果现在到这个情况来看呢 这个就是个隔着城 它根本就没有阁楼 而且没有口子上去 张先生说 当时销售人员承诺 买顶楼就送阁楼 结果交房后 他发现 连上去的口子都没有 相当于对方送的是空中阁楼 合同显示 海伦堡春天花园的开发商 是海宁紫金制业有限公司 他们这房间这里有吗 我不知道啊 你是物业 对 那他这个问题反应给你没有 那个阁楼说是 大运有实际上是没有 对 我们的交房也没有 领我们去 我们自己去 然后去了进不了 然后又回来 这个事情你此前有没有反应给物业 物业反应给开发商有没有 反应物业没 他找他们没起 不起作用 你们如果要采访的话 这不是找到我们的 就是领导 因为我这边我没有 那你帮我找一下你们领导吗 我没你们领导的面试方式 我打电话 物业工作人员离开了一会儿 给领导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回来了 我们这边要物业的话 到时候会有公司来做出解释的 我们现在的话 先不做原本的解释 就是你会有发言人解释的是不是 对 那你留下我的号码吧 可以 那个地下车都是水 差点人都滑倒了 这个你们物业都清楚的吧 什么原因啊 这个我们现在的话 保健打扫 具体什么原因的话 到时候一定做解释吧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 截止发稿 没有接到开发商和物业的回复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那么这边有关于我们的结架 我们现在就在游戏中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缸户中 不在意 不在意 适当中 我们这边有点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缸户中